《瑜伽罗谷》 每当渔民出海 丰收等重要节日时 人们就开始敲锣打鼓 以示庆贺 每年四月到七月 是山东省荣城地区 也是河口村 海带丰收的季节 还没进村 这锣鼓喧天的热闹劲 就让人感受到了丰收的喜悦 当我们来到港口 一缩缩满载而归的船只 整接二连三往回运海带 码头上一辆辆拉着新鲜海带的小货车 来来往往 这座有着五百多年悠久历史的渔村 到处是渔民们装卸海带的忙碌身影 一派丰收的繁忙景象 海带遂有海中东虫下草的美称 河口村所在的荣城市可是中国海带之乡 海带养殖区面积达十万亩 年产四十万吨是中国最大的海带生产加工基地 那海带在海中是怎样生长的 工人们又是怎样收割的呢 我们现在就带大家到海上看看 你好 刘老师 为了出海体验海带收割 我特意找到了有着四十多年海上作业经验的 刘学良大哥 据了解荣城海带养殖区面积达十万亩 是中国最大的海带生产加工基地 因为附近的海域水质好 海中的盐分和营养物质特别适合海藻生长 所以这里的海带早体宽大 叶片肥厚 经过近一个小时的航行 我们到达了海带种植海域 在我们面前啊 你看这一个一个的浮漂 浮漂的下面全都是海带 它们就是在这个绳子下面生长 现在就是把绳子给它往起挑一下 然后就可以收这个绳子上面的海带了 刘大哥我们现在这是一片一片的收是吧 对 一括一括的 这是刚刚打捞上来的海带啊 这个叶片呢 比我们平时吃的那个觉得要更有韧度啊 它很结实特别的厚 刘大哥像这收一船海带的话 要多长时间 收一个船 这一船海带要再三个小时 我来切一条试试 我现在觉得在船上每挪动一步 都特别的艰难 实在是太晕了 从这个叶片的根部是吧 对 轻轻一割呀 就割下来了 我这一片还挺大个的 你看这一片呢 大概有个十斤吗 没有 没有 有五六斤吧 五六斤重啊 但是这个叶片真的是 感觉挺好看的 刘学良大哥告诉我 海带的收割必须掌握合适的时机 每年五月中旬延续到七月上旬 是最佳收割时间 收割过早的话 海带叶片脆嫩而体薄 含水量高 质干率低 产品质量差 产量低 收割过晚 又会因为水温使叶片烧布大量腐烂 影响产品质量 所以每年的收获季节 村民们都早出晚归和时间赛跑 有黑的皮肤 粗糙的双手 正是常年累月 辛苦劳作的痕迹 五个小时后 山板粗拥 满载而归 当新鲜的海带运回岸边 又一个热火朝天的场景 映入了我的眼帘 留学梁大哥说 目前海带的加工 完全是依靠人力 依靠阳光晒干 加工方法有淡干和盐干两种 这两种加工方法 受天气影响很大 那晒海带又有什么讲究呢 唐老师 我们身边这些 就是晾下没多久的海带吧 进去早上晒的 早上的 水分还挺足的 因为太阳不好 有雾嘛 太阳走的话 这个海带今天就能晒 九分盖八分盖 这些都是一片一片 都得纯手工铺是吗 都是纯手工铺 可是这海带 它直接在这地上量 是粘了很多的砂石呀 这怎么处理呢 这种农副产品 它不是一次性 就允许我们 在我们这季 就国家原型 吸收海带的时候 也允许6%的杀杀嘛 到中栽的时候 起的时候它必须一泡 就有一点就掉了 有时候它会故意铺掉杀杀 为什么呢 虾尾鱼就杀麻去干了 杀石地其实有利于晾晒的 对吧 有利于晾晒 唐老师告诉我 海带的晾晒方式很多 最常见的就是搭架子 或直接在杀石地上晾晒 晾晒的时间越短越好 所以晾晒时 最好是晴天烈日 如遇上阴遇天气 必须将潮湿的海带 集中起来 用雨布膳盖好 等天晴了 再次摊开晒干 在收海带的时候 就是用这个耙子把它推起来 这样推吗 这样推 要反过来用这个耙子 谢谢大姐 然后就这样往前 我看刚刚大姐特别轻巧地 就把它们全部推起来了 我这怎么这么费力气呢 推的对吗 这样推的 要先推 原来是这样 这个也是要有技术的 然后这样把它们推成一堆就好了 是吧 我再试试这边的这一片 这边 其实这么推 是要把这个耙子的位置 要放得低平一点 然后推起一片 然后让前面的一片 来推起其他的这些海带 这样 我的这一捆海带 马上就要收好了 太费力气了 体验完海带收割与制作 那河口村 食用海带又有什么小技巧呢 张姐 这些海带要怎么处理啊 雨布晾干的好储存点 我先拿去给它晒干 要晒海带啊 对 这些海带表面 有这些白色颗粒是什么 它是盐 弄点盐怕坏不是 张姐 像这些海带 我们采下一整片 它都是可以吃的对吧 对 这个头部后点的 我们都是炖着吃 炖排骨啊 炖土豆啊 中间这部分 后点不是 稍微还后点 那个鸡海带结吃我们 海带结是中间的部分 对对对 尾部我们都是 切海带丝 帮张姐晒完海带 她热情地说 一定要用海带做道菜 来犒劳我 那咱们这边做海带 有什么不同的做法吗 我们这边海带 老是那个 给海边拿回以后 跟那个大锅里蒸好了 蒸啊 对对 我们其实以前吃海带 都是隔水里头煮啊 蒸的它味道挺好的 比那个煮的好吃 煮回来蒸好了以后 然后那个 隔水里泡洗干净以后 就是那个凉拌 或者是隔土豆 它们炖着吃都可以 除了海带的不同吃法 张姐还告诉我 海带要做的没有腥味 一定要先蒸后泡水 原因是海带含有 褐藻胶 海藻酸等物质 一进吸水 就会使海带表面 出现粘稠状胶体 阻止水分进一步进入 因此很难再煮透 所以海带应该先蒸后泡 地道的河口凉拌海带 还是有明显的脆度 海带本身的这种清香味 还在 非常的好吃 勤劳智慧的渔民们 总能把身边的食材 以最合适的方式 物尽其用 除了传统的海带加工与食用 当地老百姓 把更多的精力 投入到产品的精深加工 产业的转型升级上 留学回来的李大哥 就赶出了门道 把海带做成有机肥 李大哥 其实很多人可能像我一样 很难想象海带 海带竟然可以做成肥料 咱们现在做成的肥料 主要是怎么用的呢 现在我们就把海带 通过生物媒体的方法提取 做成这种液体的叫海带原浆 植物吸收营养 就分叶片跟根系两个器官 所以说我们有叶面型的跟根部型的 叶面你像我们就用水吸湿之后 叶面喷雾 根部就直接滴灌 我们往里看看 走 葡萄树的根部为什么都铺上了这些 这是防草布 你这盖上之后草就不生长了 它的根部也要喷湿这个肥料 对 根部有滴灌 滴灌管应该在这个位置 对 你摸可以摸得到 这就是滴灌的 对 你可以摸到这个软管 要多久喷尸一次 这个我们不一定 也根据土壤的伤情 就是它的湿润情况 我们施肥 一般情况下12到15天吧 这就是我们喝海带原浆长大的葡萄 或者我们叫它吃海带的葡萄 吃海带的葡萄 有没有熟的 一会儿我可想尝尝 有有有 一会儿带你品尝品尝 好 来 品尝品尝 谢谢 怎么样 从糖度到口感到香气 都有非常好的提升 我尝到了属于我们村的 充满智慧的幸福的味道 靠山吃山 靠海吃海 敬畏自然 尊重自然 短暂的海带收割 生产体验 无处不在地体现着村里人 重要的生存智慧 大海对河口村的馈赠不仅有海带 各式各样的海产品 还有它们盖房不可缺少的海草 河口村方方正正 三面环山 一面临海 村民住房分为新居和固执两部分 新居是政府统一规划的小楼 固执是村里专门保留下来的石头海草房 据说这些海草房已有近百年 却依然完好 我们这些小巷子也很漂亮 对 而且这边的墙 我发现全都是石头骑的 对 过去我们这个玉岑呢 转瓦很小 我们自己自力更生 在这个西边那个山上的 自己放炮 自己打石头 自己问个拜 这有多少年了 这些石头 这个都是七八十年 所以石头还真的是很坚固 七八十年 对 它这个形状都还非常坚固 你看这个我们这个海草房啊 这个海草房的天点是冻暖夏的 可是这边的房子 我现在看它这个房领怎么是砖啊 还是瓦 瓦的 这个瓦的有一个毛病是什么 冬天能冻头 夏天能晒头 这个海草房的毛病是什么呢 练死狗了以后啊 它是这个海草用于蜡 最后我们想了个办法 在这个海草上的 又跟海上瓦去了 这么一来就是又有海草房的优点 又有瓦房的优点 村民用智慧和现代科技 保留着瑜伽特色的老房子 也用实际行动 传承着当地特有的老手艺 做花膜是和口村渔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以前逢年过节 家家户户都要做上样式繁多的花膜 来表达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与追求 如今村里人日子越过越好 做花膜也就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了 葡萄姐 这院子真漂亮啊 还来了 我能看一下您家的做花膜的老模具吗 哎呀有啊 正好呢 我刷了 这就是啊 这里边这是叶子的形状吗 都有 这边还有大个一点的 是 这上面还写了瘦字啊 这是一个瘦头 这些模具啊 看着已经有一些磨损了 这个应该用挺久了吧 挺久了 这都是我的父辈全程下来的 我接着用 面食模具多选用软硬适中 易于雕刻的木头制作 今天正好我发的面 你有兴趣来咱一起做花膜吗 那一定要一起 好 这些小气孔往下移 好松软啊 你看海绵一样的 这里面我加了好多的东西啊 牛奶 牛奶 鸡蛋 油 河口村的花波波 也被称为无水馒头 和面食不加一滴水 而是用鸡蛋和牛奶代替 吃在嘴里 既有面香 又有蛋香和奶香 非常有层次感 揉好面团后 拆分剂子 剂子的大小 已填到模子里 刚刚满为宜 这个模具 还有凸起的一部分 这是什么形状啊 那是个小篮子 篮子 中间是个蝴蝶 您的这块面 现在也中间给它 基本成型了 有一个小孔 这样就放到模具里面了 现在这是四个 同时要给它 要磕一下吧 用一个 好 对 各有千秋 各具特色 都很漂亮 现在有点爱不释手了 这样 都这样放下去 嗯 我们的波波里边 也会有 红枣的香味了 很好 这个波波可能 会是满满的红枣香 然后又加了 这么多片红枣 估计是 既美味又好看 在河口村 渔民们习惯过年 蒸大枣波波 期盼来年日子 蒸蒸日上 红红火火 老人过寿 蒸寿桃 寓意老人 延年益寿 幸福健康 还有七月期的桥果 结婚的龙凤膏等等 人们用花波波 来表达 对节日的庆贺 和对家人的祝福 品尝完地道的 交通美食 听说在村里 还有一个暖心食堂 暖心食堂 是河口村 为村里上了年纪的 老年人建立的食堂 由村里志愿者 为老人们 从周一至周五 准备免费午餐 好 袁大姐 我洗这几遍 可以了吗 可以了 袁大姐 看起来 这个鲨鱼剁馅 好像还是挺快的 我能试几馅吗 可以 你来 这个馅要多到什么程度呢 袁大姐 应该快差不多好了 这都快差不多了 可是有些还是挺大块的 对呀 这个馅很多太塞了 口感不好 原来这是要煲八余馅的饺子呢 杨大姐 杨大姐 咱们今天要煲多少饺子 二百五六四吧 那么多呢 是有客人订吗 没有 就是我们村里的老印 一会儿都来吃 主要是八十岁以上的老印 都是免费到这里来吃饭的 天天来吃吗 天天 这是要给老人们准备的爱心午餐 对 爱心午餐 今天的座上宾 就是村里二十六位 八十岁以上的老人 村里为了解决 独居老人等特殊老年群体 一餐热饭的问题 从二零二零年开始 就广泛发动村内志愿者 帮助食堂的日常运营 河口村里 像袁大姐这样的志愿者 还有二十多位 每周一至周五 为村里年满八十岁的老人 免费供应午餐 让老人们在家门口 吃上营养餐 安享晚年 经过大伙两个多小时的忙碌 美味可口的午餐准备好了 袁大姐说 腿脚方便的老人 会直接来食堂用餐 心动不便的老人 村里会提供送餐服务 还随时给老人加点菜啊 这些饺子都能吃完吧 这一盘都能吃完吧 牙口胃口都挺好的样子 今年八十几了 八十几了 八十五了 哇 看起来很精神 您八十几了 你八十几 你八十七 八十七啊 妈 我觉得村里的爷爷奶奶们 一个比一个看起来要精神 真的不像是八十七岁的样子 当我说要离开了 袁大姐还是热情地邀请我们 享用了中午的霸业饺子 因为就是爱心午餐 所以刚刚真是舍不得吃 现在这是还有富裕的 我们再来尝尝 对 你尝一尝 这给你老脸的 你多吃点 多吃点 忙了一上午 多吃点 忙了一上午 吃吃 吃 多吃点 热乎的 哇 太鲜了 而且这个霸鱼肉特别的嫩 配上了一点萝卜丝 一会儿爽口 这个饺子皮软硬度也是刚刚好 太好吃了 我觉得给老人准备的这个霸鱼饺子 它真的不仅仅是清淡 而且是真的美味 所以今天我这是尝到 一开始期待的味道了 老无老以及人之老 当了大半天的志愿者 被袁大姐一心感动了 一顿热壶饭 暖胃又暖心 可以说村里的暖心食堂 是大家爱心的聚集 是我们社会文明 和谐 尊老爱幼 在乡村大地的真实写照 是乡村新时代文明建设的新面貌 三四天的观光体验 让我深深地爱上了这个 温暖无处不在的小渔村 当我们要离开的时候 田叔弟大哥又一次热情地 邀请我们出海 感受另一种海上生活 近年来随着滨海旅游 全域旅游新业态的发展 休闲一夜海洋牧场 越发显示出它的魅力 受到各地游客的喜爱 我们现在也登船海钓去 你好 你好 我们是这艘船是吧 是西跳船 好嘞 河口村海洋牧场 位于三沟湾南岸 国家一类水质 拥有各种鱼类资源 海上牧场 为游客们修建了一个 近1600平方米的 多功能海上平台 游客不仅可以旅游观光 更可以租船 出海垂钓 我们一般在什么样的天气 出海来钓鱼比较合适呢 首先是没有缝 然后就是看这个水清不清 今天算是水清的时候吧 今天的水很清 这就是比较清的时候 这个是五六米下 都看得很清楚 因为我们这个地方 也没有雾影 一个有经验的船长 他会给你找 很好的雕点 越来越大一点 但是今天这个有点雾 船长的话 一般都是我们的村民吗 船长都是我们村民 还有一部分也是当地的雾民 我们这个地方 从这个美丽的五月份 到西月份 就是雕育的最好季节 伴随着新兴产业 海钓的发展 乡村旅游 也变得越发更有魅力 村里原来经营海上牧场 种植海带的船老大 又多了一个新身份 海上导游 从未在海上钓鱼的我 迫不及待地 让田大哥教我钓鱼 把这个肩膏打开 这手把鱼线 摔出去 摔出去的同时 把这个手送开 这个手把鱼的可以 这样 好 然后 这慢慢往回收一下 这样慢慢要的可以 可是我们这个收的速度 会不会也影响 这鱼能不能上钩 对 快点收回 重新下一杆 重新下一杆 是有鱼 有鱼 感觉对有鱼 上钩了 你看我的钩子 告诉我 慢点 这条鱼还可以 可以留是吗 可以留 我钓上的第一条鱼 这是什么鱼啊 这也是一种石斑鱼 那这条我们是留着还是 就是中午驰 好的 新手钓鱼 不多久鱼儿就上钩了 田大哥开心地说 我这个女徒弟 很有潜力 后来我才知道 并不是我多么有天赋 而是得益于 人们对海洋的保护 越来越有利 生态越来越好 鱼类数量繁多 才让我这个新手 能连干 当然 这样也就能吸引 更多的游客 参与到海钓 这项活动中来 你们好 现在我们两船 离得就很近了 能看到这位大哥的这个钓竿很特别啊 你看一根竿上 这是同时有几个钩子 三个钩 三个钩啊 这是什么钓法 这是传统钓法 挂三个会比挂一个要更好吗 对对对 因为它不确定今天这鱼吃什么 比如挂一种小孩挂海球也 换一样挂 这是用不同的美食来吸引海里的鱼 看它们今天爱吃什么 松软的沙滩 温暖的海风 处处欢歌笑语 还有那一行行 或深或浅的脚印 仿佛让自己回到了童年 时间也变得慢了下来 闲事自在 已然自乐 站在岸边 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 生活在海边的渔民们 在每一次潮水涨落之间 大海都有丰厚的馈赠 以海为田 靠海吃饭 干海人就这样度过了数千年的 干海时光 看得见山 望得见海 进门时刻 到此为家 淳朴的瑜伽风情 与浓厚的瑜伽文化 让我流连忘返 在这里 玩累了 可落一处人家 睡一个清静 玩饿了 可叫几个海味 醉叶到天明 置身于鸟语花香的山海之间 惹人沉醉 这样的渔村景观 真的是恍若桃源